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新闻 我是许端逸 但请关心淡水、北海岸 还有新北市的重要消息 先来看到国内政治焦点 今天国民党主席 同时也是新北市长的朱立伦 来到了淡水主委 竹林慈玄公参拜玄天上帝 而市长虽然说是为了神明祝寿而来 但是地方人士齐聚一堂 要来陪市长来参拜 而最后在各家媒体的追问之下 朱立伦只说不选2016 这样子可以吗 朱立伦 加油 早上九点 新北市长朱立伦现身在淡水 竹林慈玄公 参加庙方为了庆祝 玄天上帝圣诞千秋 举办的奇安立斗法会 听到朱立伦要来 地方投人几乎全数到齐 高规格的参拜 在这个总统提名前的敏感时机 也特别引人注意 朱立伦要来这里 上帝说来厄修 因为他来这里不求 他也很顺利 如果我们所有的身材 可以说很顺利 可以说国台民 我们方向有顺利 如果我们算是 一些备事都安静了 跟我们建设 一些所有的事情 都很顺利 一一根庙里的委员 地方里长握手 一贯的亲切态度 在听到总统好之后 朱立伦脸上的微笑 更是让人增添了许多想象 但面对媒体一再追问 是否要争取党内提名 市长还是老调重谈 重申自己作为党主席 就是裁判兼教练的角色 而国民党立委选举 则是希望有更多年轻朋友来加入 其实没有这回事 我的态度都一直都很清楚 我把我市长的工作做好做满 然后至于 不管是我们总统大选 党内的提名 或者是立委的提名 那我们在党中央 其实就是一个裁判的工作 那也是一个教练的工作 我们希望好的优秀的人才 不管是立委的提名 或总统大选 都能够积极来参与 结束了淡水行程 朱立伦接着赶往巴黎曾庆功参拜 面对媒体又在追问 朱立伦这次终于一改前面模糊的说词 直接说出不会参选2016 还加了一句 这样可以吗 首度正式表态也成为今天全国政治焦点 而面对党内不断劝劲声浪 朱立伦选或不选 恐怕还有许多变数 记得陈伯伟 淡水采访报道